《蘇格拉底方法》 《蘇格拉底方法》裡面 個別對話跟團體對話的方式 我想過去幾週 各位同學都實習過 為了我們花五週的時間來做 對於蘇格拉底呢 因為非常重要 一般來講 在我們的教學 在我們的對話裡面 蘇格拉底的方法 常常是一個很直接有效的 一種方法來幫我們的忙 我們在介紹這些哲學諮商方法的時候 我已經跟各位提過 在這個學期 我們大部分都介紹哲學的方法 下學期呢 我們就介紹哲學諮商 所產生出來的方法 今天我們要跟各位介紹一個 就是中世紀 其實用中世紀這個詞來形容 奧斯汀是非常不理想 為什麼呢 因為所謂的中世紀 應該是西元一千兩百年到西元一千七百年之間的這樣一個世紀 這個才叫中世紀 那西元初世紀呢 是西元初到西元九百年嘛 這個奧斯汀是有三百多年的一個人 在西元三百多年的一個人 所以你要形容他是一個中世紀 其實是不對的 所以你倒不如形容他是一個 在羅馬帝國時期的一個人 可能是比較好的 所以奧斯汀 當我們每一個人常常有雜念的時候 我們怎麼辦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concentrate 我們沒有辦法專心一致 去做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那時候我們怎麼辦 所以特別是如果有個案來跟你談 說我有雜念 我沒有辦法專心 那你怎麼幫他忙 你怎麼幫他做什麼事 所以奧斯汀的方法 對我們來講 它就是一個去除雜念 去除雜念的一種方法 所以我也採用了奧斯汀的這個起步法 來作為這個模式發展的狀況 好 下面第一 那首先我們介紹一下奧斯汀的這個生命 奧斯汀在歷史上非常有名 這主要的理由就是因為它是一個派亞女 它是一個我們稱它為教護哲學 Patristic 教護哲學開創人物 開創人物 當然在它之前一百多年還有一個 在西元一百多年還有一些別的人 也是一些開創者 但是因為它以它隊為有名的 那奧斯汀是身在Tangaste 就是在今天的阿爾基利亞 那各位同學都知道 阿爾基利亞在地中海來講 是正好是面對意大利 正好面對意大利 所以坐船直達三個小時可以通過 三個小時四個小時可以從阿爾基利亞 一直到羅馬這個地方 大概是四個小時 如果在三世紀或者第四世紀的木頭船 大概是七個小時到九個小時的時間 大概是可以到 那在三代五十四年 那他大概活了七十六歲 七十六歲 七十六歲 然後呢 他後來在Hippo這個地方 所以後來我們常常叫奧斯汀這個地方 叫Hippo Hippo Hippo 就是我們常常 所以這個天主教跟中國人很像 我們常常加上地名 加上人嘛 對不對 地名加上人 說這個人是哪裡的人 前面有一個證查 就是說我們後來的地方叫他鄭板橋 本來他每一次寫字的時候 他最有名的字叫做蘭德糊塗嘛 四個字有沒有 鄭板橋 蘭德糊塗四個字 他是清康旭時候的一個非常有名的文人 他非常討厭清朝的官員 他最討厭的人叫做康熙 可是康熙下面的人呢 常常把他騙的團團轉 所以他就寫蘭德糊塗 那其實我們覺得鄭板橋對康熙來講是一身糊塗 一身的糊塗 所以這個是很有名的故事 那這個字我們看到 所以他是在 On the Mediterranean cost 60 miles away 大概就是在地中海 海岸邊差不多60英里的地方 那在那個年代裡面 The years between he lived out of a career That seems to knowledge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所以它是連接了羅馬帝國的一個思想 跟中世紀的思潮的一個重要的一個人 所以他這一次那個bridge的gap 接起來那個鳳凰 gap 我們常常說generation gap 2G有沒有基金 generation gap就是代工嘛 這後來又翻的吧 但是奧斯蒂來講 他是一個contemporary star 在當時來講 他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哲學家 所以這個是我們看到的 但是他的故事就非常的有趣 他的作品呢被列為世界文學的名著 他有兩本書 一本叫做《忏悔錄》 另外一本叫做《天主之城》 或者又翻成為《尚主之城》 在他的生活裡面 他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 我為什麼提出這個呢 因為他自己生活經驗裡面 所出來的一些東西 他小的時候是一個頑固之地 不學好 經常在外面不回來 有一次我兒子小的時候 他出去玩 我就說早點回來 他說吃完早點回來 我說你有一次又出門 他說你吃不吃回來 他說晚一點回來 我說你晚一點回來 是幾點回來 晚上一點回來 這個都是小孩子 整老人家的方法 所以他也整他媽 他爸很早就死了 他整他媽 他媽常常為了他 就流眼淚 所以各位想看看 你們的爸媽 為了你的不乖 多麼的辛苦 他常常為了你擔心 所以我們現在看見 最近一段時間 台灣的學者們 對台灣的大學生都很有意見 比如說不用工 不認真 上課吃東西 睡覺打課睡 打手機 我記得有一次 兩三年前 有一次我在上課的時候 看到一個女同學 就從來不看我 上課兩個小孩都不看我 拼命在打手機 寫簡訊 後來我就覺得 要到旁邊去看牌 我到他旁邊 他一邊講話 我是一邊講話 一邊上課 一邊走到他旁邊 他都沒有警覺到我在旁邊 他一直在寫的時候 你愛我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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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台灣會 然後我就跟他 突然來了一句話 我說 寫那麼多幹嘛 他居然頭都不回我 他以為是那個電話裡面在講話 我說 你寫那麼多幹嘛 他說 不夠啊 愛不夠啊 就拼命寫 我說你寫多少個 一百多個 你寫什麼 嚇死了 我說你怎麼三個做這種 看著爸媽都這樣 愛孩子 可是孩子就是不怪 他就流淚 後來傳說他的媽媽 光一看 為了他流淚 流到兩頭 勾往裡都出來 就是那個 後來奧斯丁自己成年了以後 改過千山以後 他也常常想到他的媽媽 對他這樣的用心 然後他常常想自己犯那麼多錯 覺得很後悔 沒有早一點覺悟 後來流淚了 比他媽媽的勾還要深了 兩頭淚口 就是那個酸 那個眼淚酸到 把你的臉頰都青濕掉了 所以後來他自己當了黑波的主教 他當了這個生命是很慘的了 所以後來他就提出這七種方式 來作為我們生命的一種境界的模式 那第一種方式就叫做Animachio 這都是南英文的 Animachio Animachio不是Animo 那就是一種感覺 那這樣的感覺就是生命的感覺 就是生理的一種感覺 就是你能夠聽到外面的風嗎 當你聽到外面風的時候 你是用什麼聽呢 用耳朵在聽 那用什麼感覺呢 用皮膚在感覺 所以我們說第一個要對感 所以各位同學 不要以為士林哲學的哲學家們 天天都在天上飄來飄去 他們是一個活在人間非常鮮活的人 活在人間非常鮮活的人 所以他們如果沒有感應得到這些 他怎麼會知道 那個上帝對於人類公正的安排 人類世間的安排 你怎麼會長成這個樣子 各位同學 你們今天會長成這個樣子 誰在做這個事情呢 你看你說是自己啊 其實不見得嘛 環境 很多的環境塑造出一個人 所以我們常常說環境會讓人改變 跨爾會讓人改變 所以各位同學到佛仁大學來念書 那你們受到佛仁大學的環境的改變 影響對不對 所以就難免 所以Anihachio 那這種生命的經驗就是說 你從外在感覺的經驗 進入到生命的內在裡面的時候 那到Sensificatio Sensificatio裡面 感覺裡面 它就說它從生命的感覺 進入到內在的感覺的時候 那就有點像我們在士林哲學 講感官經驗的時候 講感官認識的時候 我們有外感官認識 有內感官認識 對不對 就像這樣進入生命的境界 所以我們把內外合而為一樣 那一種感覺的經驗 那這樣的感覺經驗就是 當我們從外面感受到 比如說空氣冷 這兩天天氣變涼 涼了以後我們就感覺到 哎呀好像要多穿一點衣服 對不對 為什麼你要 你有這樣的反應呢 那因為你覺得身體 沒有辦法抵抗外在的挑戰 或者外在的刺激 你沒有辦法結束 所以你開始穿衣服穿多一點 那我看到今天在座的同學們 有很多人在穿短袖 對不對 穿短袖的人表示說 嗯你不錯 你的皮膚的感覺比較遲鈍 比較沒有那麼敏銳 敏銳的人啊 敏銳的人他就會氣候變化 那有一種敏銳的 人家叫小姐們女士們的比例是 他是恨不得氣候每年都有變化 這樣他才能夠每年更換他的裝扮 對不對 那有些人是不需要這樣做 那我們現在問的問題在這裡 因為奧斯丁的氣呼法 是讓我們類型最重要的東西 所以如果說你們沒有培養出 這樣的類型能量 你沒有辦法讓你自己超越超脫 所以康德為什麼一直 雖然一直提那個transcendental 可是他一直沒有辦法 理由就是因為他沒有這種經驗 他這種經驗不足 所以我們就知道 當我們生命感覺經驗的時候 我們從外在的感覺 進入到內在感覺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問 這樣的感覺經驗是 只有你一個人才能夠感覺得到 那當你一個人感覺到的時候 你怎麼樣讓這樣的感覺 化成為你生命中的一種知識 或者一種經驗 甚至你把它提升成為 生活中的一種能量 把你昇華成為生命的一種境界 那這個就是前面兩個 馬尼馬丘跟聖奇菲卡丘 它兩個很重要的一個模式 要說明 那第三個 這個時候我只是先講 後面才一個一個來提 第二個 第三個叫做賤恰 賤恰就是我們 我們在拉丁文裡面 講賤恰的時候 我們就講說 叫知識 現在人把它翻成為科學 科學 所以有人說 哲學是什麼 是科學的科學 是賤恰 賤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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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它是科學的科學 哲學 那個最早的時候 在希臘時代 在初世紀的時候 他就把哲學都叫什麼 叫賤恰 它是一種科學 哲學是一種科學 後來不知道什麼時候 這個字 就拱手讓給了 natural science 本來哲學一直是science 它一直是一個science 那這裡面的science指的是什麼呢 在哲學 在奧斯汀講的是 20 20 就是藝術 那為什麼它把藝術放那麼前面呢 今天台灣呢 我們全世界的學術界 現在啊 我們都把藝術放到很後面 為什麼呢 因為那是生命中昇華的一種境界 你到了藝術的境界 比如說政治來講 政治你學政治的知識 嘗試 然後知識 然後理論 然後你變成政客 最後你變成政治家 你就昇華了嘛對不對 昇華到政治家 最好就非常美麗 就造就人類的和平了 那就是ars 我們說這叫ars 對不對 可是ars也不 ars也沒有把ars放那麼後面 他認為ars還是感覺的東西 感覺的東西 如果你沒有感覺的話 所以各位同學 我們下個禮拜 捷運站 福大捷運站要開幕 福大的捷運站要開幕 理由就是因為已經好了 不可以 電那個系統還沒弄好 那我們第一個要做的事 就是那個裝飾藝術 我們做完了 裝飾藝術 從福大捷運站 下個五號 大概是五號吧 禮拜四還是禮拜幾 我要去主持節目 就是那個在捷運站 就是我們校門口 那各位請記住啊 福大捷運站沒有對面的站 只有我們這邊站 只有福大這一站 跟加油站那一站 兩個出口嘛 對面沒有出口 所以你一定要用福大這一站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在這邊蓋大樓 就保證來福大的人 要在這邊消費 那你就不需要到建國路去消費了 那如果我們把大樓蓋起來 我們如果全部都是餐廳啊 什麼賣場啊 建國路一定會垮 建國路一定會垮 一定會生意清淡 然後什麼二五四項對不對 也會倒下去 那我們有中餐廳有戲 我們現在都在規劃 我們明天要開始要蓋 兩年再把它蓋出來 蓋一個四層樓 兩棟大樓 那三重捷運 我們再蓋一棟大樓 叫做福爾納伊協院的 這個醫院的這個 急診室跟門診 要放在中正路上 往三棟大樓蓋起來 蓋起來有這個 整個中正路的景觀 就改變了 所以這個就是藝術啊 所以他說這個藝術是感覺嘛 感覺嘛 那你怎麼可能把藝術放到後面去呢 所以藝術對於奧斯林來講 它就是這種感覺經驗跟感覺的一種表達 所以到今天為止 非常多念藝術的人都說 藝術是什麼 就是感覺經驗嘛 你怎麼感覺 那各位同學 你們這兩天 到明年二月 你們去別美館 別美館有沒有 蔡國強有沒有 那個爆破藝術 對不對 他不是在上面放炸藥 在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上面放炸藥 啪啪啪啪 都弄起來 可是那個藝術品還太大了 調不上去 別美館調不上去 所以現在請專家來調 那個專家是誰呢 就是我兒子的公司 那這個 蔡國強是找了 找了馬維中來翻譯 馬維中就是 馬英九的女兒嘛 二女兒嘛 翻譯 翻譯完了之後 他們搞不清楚 就從國安琴的一個調的公司來調 哎呀 結果後來你知道 單單把這個 蔡國強的藝術品要調上去 你知道 要多少錢 一百萬 單單調那個手續 手續 就是一百萬 為什麼 因為 你很平衡嘛 你萬一傾斜 就裂開嘛 所以他保證在調的過程中 那個藝術品不會斷裂 因為蔡國強自己都沒有控制住 當他用火藥去炸他那些東西的時候 他到底會炸出多少的深度 萬一炸很深 那意思就是說 那塊材料就變得很脆弱嘛 它就很容易斷了 所以非常非常不容易 結果後來外國人來了這個脫調的公司 看了以後都搖頭 後來就開價一百萬 開價一百萬 後來蔡國強覺得便宜 他覺得便宜 只是掉那個就一百萬了 結果掉了五點 才把它吊起來 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啊 所以各位同學有機會 你們去看看蔡國強那個作品 那個是 如果我們大家很多人不能接受 我們每個人看完之後都說 這個叫藝術嗎 看到沒有我們對藝術有一個特殊定義嘛 要符合美的原則 要符合什麼什麼原則 對不對 要感官的愉悅美的原則嘛 那你感官不愉悅你怎麼能叫美呢 這個皮卡索的話 感官從來不愉悅 可是呢 他有他的意思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知道 藝術 那就是人生物質生活的高度 所以在魏奧斯汀來講 他給他定義啊 藝術是物質生活的高度 所以他不是精神生活的高度 從來不會 各位同學 非常多的藝術家 有非常好的藝術作品 可是個人的生活卻是一塌糊塗 比比皆是 這種藝術家多了命 就是說 我們常常對藝術家的形容是什麼 不修篇幅 意思表示他生活穩亂 對不對 因為你說他不修篇幅 表示他生活穩亂 那disorder嘛 那他只有什麼時候會 concentrate做他的東西呢 就是他做他作品的時候 他什麼都不管 他還是混亂 為什麼 因為他對別人不care 所以這個是 所以奧斯汀在這裡面就很清楚說明 你這個藝術的東西啊 你只是感官經驗的一種呈現 你並沒有達到精神生活的最高峰 所以為奧斯汀來講 他不認為藝術作品是精神生活的最高峰 正好跟我們現代人看法不一樣的 我們現代人常常把藝術作品當成人類精神生活的極致 這麼的高峰 對不對 可是各位同學想看看 一個只有感覺經驗 而沒有精神內涵的一個東西的時候 它怎麼可能成為人類生活的高峰呢 所以奧斯汀在三百多年的時候 就提出這樣的看法的時候 就已經指出 後代人是可能犯了一些錯誤 所以這個是我們看的第三點 第四個就是Verdus Verdus你看Timo,Piatas 他有三樣東西 Timo就是一種能力 Piatas,潛能 就是潛能 Piatas Piatas本來有很多作品都用Piatas這個字 所有你看到Piatas這個藝術作品都是什麼作品呢 都是聖母抱著耶穌的那個作品 有沒有 後來耶穌不是被定十字架以後嗎 後來把他卸下來 後來聖母瑪利亞抱著他 他們每個人給他 比如說米開蘭基羅 就給這幅雕像 叫什麼 叫做Piatas Piatas 我昨天 前天才從羅馬回來 從羅馬回來我就是去見教宗 去跟教宗報告這些 教學校的事情 去開天主教大學校長的會議 那這個時候我們看到Piatas 後來他們就讓我進去看Piatas 我們平常外面都是由到玻璃門 後來那些打通關節 有個導遊就帶我進去看Piatas 不能摸 因為大理石的 大理石本來是可以摸也不怕的 可是因為被暴徒曾經毀壞過 所以他們就是很小心 所以掀起就是知識 所以因此他說Virtus Virtus就是有一種價值 Virtus就是Virtual 就是有一種價值 那這種價值怎麼呈現呢 就是你能夠把你的能力呈現出來 你就是一種有價值的 如果你能力沒有呈現出來 你怎麼有什麼價值呢 比如說在座各位同學 你念高中的時候 你們每個人都像精臺大 能力沒有出來啊 考試沒考那麼多分啊 對不對 我當年考大學的時候 我說可以進台大 可是我不要進台大 我第一次進福人 他們說你能力過分 因為我的分數進福人 已經所有都有了 福人只要323分 民國52年 323分我考363分 差不多40分 我那時候很拽呀 我以為我進台大學的時候 後來回來我看榜旦 在哲學系我決定第四 基本上三個人分數比我高耶 也都是台大的 後來都進福人了 所以各位同學都知道 那個年代 我們這些人考大學 都根本不是根據分數 是根據什麼 性向跟志趣 就是你有興趣 就是根本 誰管職業 現在哪個同學進大學都要問 將來出路如何 對不對 先把最有出路擺最前面 慢慢排排 排到後面是最沒有出路的 都是這樣填嘛 我們不是 我們是把興趣擺到最前面 根本不看能力 不看將來出路的問題 這個時候它就變成一種virtual 就是說如果你不用現實利益 來橫養一個人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種美德呈現 你就會有一種美德 那這種美德 就是你的能力要表現出來 你沒有這種 你就沒有價值 你的價值就不出來 所以價值有兩種 一種是外在的價值 一種是內在的價值 內在的價值 我們叫美德 外在的價值是可以評估的 它可以評估的 所以各位同學 當我們考大學的時候 不如你們今天 你們大概有些時候 可以開始報名 要記得念碩士班 對不對 碩士班好像馬上就要真實了 報名結職了沒有 還沒有結職 所以可以趕快報名 至少在職業找不到的時候 唯一的還可以有出口的地方 而且你進了輔大 念研究所以後 是沒有機會 就可以做助理 你做助理 要展現你的能力 你展現能力 被你的長官 你的主管喜歡了以後 他就可能喜歡你 他可能說明 就留你在學當職員了